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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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决定是你了 KUKAN 8K全景相机 KUKAN 8K全景相机 而不是江头猛地扎进了六英寸的手机里 每天我留意着身边的细碎 而不是赤梦于诗和远方 啊 这质朴的外观 让我不得由衷地感慨 你敢开个屁啊 我这是相机 什么手机啦 你还懂我 这不是手机啊 这是相机 不过相机嘛 还是得用 外观啥的 咱也不过多的纠结了 有尽吗 啊 啊 我总算抓到你了 大哥你干嘛呀 从中间追到青海车追到甘肃 你干什么呀 你偷我家绿豆糕了你 我没有啊我 你看这是啥 诶 再给我错了 我就拿了三块 傻 拿了你手环都不知道 嘿 我手环 用QooKan拍摄十分方便 因为出色的防抖 不用上稳定器 前期拍摄不用刻意转动相机 因为你可以在后期选择任何角度 高像素在不损失画质的前提下 缩放自如 这块小屏幕在曝光 画面监视方面也提供了很好的辅助 收音嘛 有3.5毫米麦克风孔 它就足够了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这相机怎么看也得霸道起了吧 如果你真要这样觉得的话 那真是too young too simple了 我会很明确的告诉你 这玩意儿不值得购买 如果你想避坑 就接着往下看吧 我看这风扇声是要起飞呀 这风扇声是要起飞呀 嗯 不愧是有8K 30帧和4K 120帧 并同时支持10bit色深的相机 嗯 怎么一股烤猪蹄的味道 是的 性能豪横的代价 就是发热量巨大 只靠机内的风扇是很难压住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在烈日酌心的重庆 拿着一台价值4000元的 卵手宝式石墨感觉 是不是拿也拿不住 丢又不敢丢 像极了你和女朋友吵架 想生气又不敢生气的你 遇事不决 就问客服 清清 你好 你们这个相机这么烫 我都不敢拿在手上 这可是8K相机 专业的 正常现象 这么烫 怎么正常了 那清清 这边就已经戴个保护套呢 这波呀 这波是物理降温啊 隔热 这掩耳绕领的方法我还是头一次见 所以我继续追问是否为个例 然而客服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给我科普了其他相机同样发热的客观事实 总之意思就是我们能把8K相机做到这么小 已经很牛逼了 另外在我翻读相机的说明书时 发现说明书里的很多功能都找不到 比如提示音量的大小调节 设置里的选项 以及慢动作功能的位置更改 是不是你固件版本比较低啊 很明显我这台相机的固件版本是最新的呀 后面了解到一些功能是因为冲突而导致了bug 将它们下架了 一些因为UI调整而放到了别的地方 而4K模式目前仍只能选择120帧 在弱光环境下拍摄 为了保证曝光画质并不好 作为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来说 还是希望能赶紧更新 把缺失的功能不起呀 至于发热的问题 我把相机时时刻刻装在延长杆上 也不是不可以 你这是把你家的散骨架拿来做的脚架吧 妈 来我去 你不会又是被你家那个厨师器炒的吧 炒个屁啊 厨师器早怕了 那你真的是偷学时间管理区呢 你是不知道 这个QooKan 8K相机这个后期啊 是有多麻烦的 是的 用QooKan 8K相机 最痛苦的不是拍摄 而是后 期 出 离 看QooKan Studio MacOS 上古1.0 Windows 豪华2.0 是我Mac不够漂亮啊 还是你不够骚了呀 MacOS的软件界面十分简洁 简洁到 你只能用来将相机拍摄的鱼眼视频 转化为全景的平铺视频 然后再去剪辑软件中进行拼接 编辑 再渲染 是的 将这一条6分钟的8K素材 导出为全景平铺视频 在PC端仅需要花费13分钟左右 而在Mac端又让人望而却步 需要近两个半小时 另外 8K并不意味着你能导出的平面视频是8K 你能导出的最高平面视频仅为4K 所以千万别和我一样被这样的说法给误导了 不过4K的画质在全景相机领域也算比较高的水平了 总之 后期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有一方面是我们使用的电脑性能的确不够强劲 另一方面是QooCAN Studio处理软件功能稀少 渲染速度比较慢 不想用这个相机了 诶 你倒是可以试试手机的QooCAN APP哦 嗯 相比电脑 手机反而更好用 由于有了8K快编处理 播放和剪辑都更加流畅 在户外你可以随手编辑 而且功能和玩法相比电脑更丰富 关键点 变速调节 物体追踪 以及使用SmartKlee 让你的朋友圈与众不同 相比在工作中使用它 我更愿意用它去随性地记录日常生活 可8K全景相机 沉于它也败于它 发热两句的让我不想拿起它 续航短小 让我想拿起它时反而又开不了机 外出游玩 QooCAN不可更换电池的设计 保准半天就没电了 拿它去录VLOG 除非你是和我一样下午才出门的半日人 记录完毕 回家面对琐碎杂乱的素材 让我不得不产生这样一个疑问 花上好几个小时去处理昨天拍摄的视频 为什么不把这些时间节省下来 好好感受当下呢 我们喜欢旅行 在海边感受无微风 在草场自由飞奔 生活 故事 喜怒哀乐 正在各个角落跌宕起伏 我们渴望记录 一篇游记 一张照片 亦或是一段视频 普通相机没办法在同一时间捕捉到全部画面 而全景相机可以同时抓住隐隶在各个角落的瞬间 如果在此魅力上还加上高像素 简直锦上添花 QooCAN 8K全景相机正是如此 但是 它发热量巨大 后期处理耗时 相机配件稀少 续航时间不够 导致了强大的拍摄性能 却只是空欢喜一场 所以我肯定不会购买它 倘若这些缺点在你眼中只是小毛病 那3998元的价格 你也值得好好考虑考虑 最终 QooCAN 8K全景相机 TESTV给出剁手刀 5刀 这是TESTV5周年定制T恤 这是TESTV5周年定制徽章 想要吗 TESTV5周年活动你都错过了 没关系 佼佼流口水淘宝店 还有300套定制周边送给你 快来拿 对了 对了 其中还有一个iPad Pro哦 好 今天给大家讲几个事情哈 第一个 本周特会我们的肉末钢豆 第一瓶原价 第二瓶半价 第三瓶 不要钱 喜欢肉末钢豆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错过 本周特会 第二个事情 今天晚上我们在B站直播8点到11点 房间号545189 给大家聊哈天 给大家买哈喝哟 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是我们TESTV5周年期马上就要到了哈 为此我们淘宝店从7月17号到7月19号 配合有一系列的活动等着大家 活动里面精心为大家准备了 7月和徽章 大家7月17号的时候 一定要关注我们淘宝店的活动哟 嘿嘿嘿 好 今天的啪啪啪 啪节目当中的8K相机哈 今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 是我们的啪啪啪时间 价格23块3起拍 喜欢这个8K相机的小伙伴 赶紧进我们的TESTV新寻宝淘宝店去看一看哟 嘿嘿 TESTVоронnie try before you buy TESTV 下班累 不一定吃不好 事半功倍 才能从容 回家来一晚 生活有滋味 taste away 重庆小面 记得加菜哦 taste away 帮你try before you buy 好不好吃 味道还可以 就是对于我来说有点辣 那个花生碎挺好吃的 我吃个小面容易吗 还模仿了一次女后妻 test away 出的这个重庆小面 应该是属于 方便食品了 使用过程相当快捷 沸水下锅煮面三到五分钟 准备好调料干拌就可以了 貌似加点面汤吃汤面 也是不错的选择 最后再说一下 我们这不是测评 是体验 愉快的体验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 有点意思的话 不要忘了加个关注 一键三连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